大家好我是二姐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用南瓜和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我家一周吃六次 做法比包子简单 比油条好吃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南瓜的外皮去掉 去皮之后对半切开 把里面的瓜子挖出来 挖出来的南瓜子不要扔掉 放到太阳底下晒干 直接吃也非常有营养 去皮之后把南瓜切成薄片 尽量切的薄一些 这样更容易蒸熟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再放入蒸锅里 盖上盖子 上去之后蒸15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南瓜已经蒸熟了 用筷子一夹就非常的碎 取出来倒入大一点的碗中 用擀面杖压成南瓜泥 压好后稍微放凉 放凉至不烫手的时候 在里面加入5克干酵母 一勺白糖促进酵母发酵 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 如果南瓜泥很烫的情况下 是不可以加酵母的 那样会把酵母烫死 就发不起面来了 等到南瓜泥温热的时候 再加入酵母 才能充分的激发出酵母的活性 发出来的面蓬松又渲软 搅匀后在里面打入两颗鸡蛋 加鸡蛋能够增加营养 而且更好吃 再次搅拌均匀 把南瓜泥和鸡蛋充分融合在一起 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边倒边搅拌 这样能够更好的掌握面团的粘稠度 我这里大约加了400克面粉 搅拌成棉絮状 再下手揉成面团 刚开始揉的时候很难揉光滑 把面团移到案板上 扣上一个盆 先让面团松弛5分钟 5分钟后像洗衣服这样的反复揉搓 能使面更加的蓬松有韧性 大约揉10分钟 把面团揉光就可以了 大碗中刷上一层食用油 将揉好的面团放进来 用手按扁一下 上面也刷上一层食用油 锁住表面的水分 然后盖上保鲜膜 放在温暖的地方醒发至两倍大 接下来准备一把小葱 切成葱花 小葱可以多切一些 这样葱香浓郁 会特别的香 也会很入味 切好后装入碗中 在里面加入两勺面粉 半勺食盐 少许的花椒粉 加上刚烧好的热油激发出香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里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 换成豆沙馅或者红糖都可以 像这样我们的西油酥就调好了 先放一旁备用 半个小时后面团就醒发好了 看一下 里面全是蜂窝状 案板上撒点干面粉 把面团放在案板上 充分的揉搓排气 揉好后直接搓成长条 然后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第一个面剂要切的稍微大一些 后面的面剂大小相等 稍微小一些 取出第一个比较大的面剂 先揉一揉 揉好整理成圆形 按扁 撒一点干面粉防粘 再用擀面杖擀开 擀成一个大面片 像这样就可以 依次把其他的面剂全部揉圆 按扁 用擀面杖擀成小面片 像这样就行了 取出第一张改好的大面片 中间倒入调好的油酥 用刷子刷均匀 注意边缘不要刷到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盖上一张小面片 每放一张都要刷上一层油酥 盖上一张小面片 像这样重复操作 直到把所有的面片都盖上 朋友们视频看到这儿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 最上面一层边缘处刷上清水 这样会粘得更加牢固 再像这样把小面片包起来 边缘处稍微压一下 这样不容易散开 然后翻过来 在面皮的表面刷一层清水 撒上一点的白芝麻 既能补盖又能增香 用擀面杖稍微擀一下 这样能使白芝麻黏得更加牢固 像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将做好的生坯直接放入蒸笼里 盖上盖子 二次醒发10分钟 这样能使做出的面食更加蓬松好吃 10分钟后生坯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 就是醒好了 盖上盖子上汽之后蒸25分钟就熟了 时间到后 关火焖5分钟再打开盖子 这样不会发生回缩的现象 哇 好香啊 我们把它取出来 用手按压非常的蓬松又轩 看着就非常有食欲 用刀切开就能美美的享用了 哇 太香了 这道美味的南瓜千层品就做好了 蓬松又轩 咬到嘴里面馅料是咸香可口的 葱香味十足 层层分明 一层比一层香 再搭配一点小米粥 豆浆米粥营养很丰富 另外这个南瓜千层饼是发面的 吃了也很容易消化 很适合老人孩子们吃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一次性可以多做一些 放在冰箱里冷冻保存 想吃的时候直接热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就给我点个赞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